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企业个案研讨 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和同学在空中见面 我们这门课程是 企业个案研讨 那么今天所进行的是第三讲 就是我们探讨的是 线上游戏霸主 就是自贯科技 在现场我们请到了 黄文佐黄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研究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来跟同学一起研讨 企业个案研讨 谢谢 好 那个同学 我们现在就开始 谈我们今天这个课题 就是游戏产业 那么游戏产业 它是一个蛮特别的 因为它非常注重创新跟创意 所以可以讲说这个产业的创造价值 几乎都是在人的身上 如果说你人员没有说做好它的培育 那么没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制度 你没有办法留住人才的话 你很难创造出一个好的游戏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从市场上来看 那么它又是一个20-80法则的一个产业 就是说80%的玩家 它会玩20%的游戏 80%的游戏 只有20%的玩家才会去玩 所以你唯有不断地创新 提高你这游戏 它的吸引力 它的价值 然后才不会被市场所淘汰 所以就一个游戏公司来讲的话 它的国际化 因为它要吸收最新的技术 然后你怎么创造出这个游戏的内在的生命 然后怎么吸引 这么大量的这些网友 这些玩家 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营的目标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学习的一些目标 就我们要了解说 线上产业游戏它的一个意义 然后台湾游戏产业 现在的一个规模 那么志冠科技集团 就是我们探讨的一个重点 以及它的老板王俊博 它的一个经营哲学 那么游戏产 它的上中下游 它的价值链 以及集团子公司 跟公司的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探讨一下 我们整个游戏产业 它的一个意义 那么现在游戏 我们可以讲说 它是一种电脑软体系统 然后可以同时 让很多名使用者 进入系统 然后在这系统里面 他们可能是扮演一些角色 或者他们要完成一个任务等等 那么他们也可以上网之后 在这个虚拟平台上面 可以相互的聊天 可以在那边练功 然后可以一起出发作战 然后来完成了 他们的一个任务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虚拟的一个社群跟集团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网络让这个游戏 突破了它的界限 突破了它们的疆界 所以在线上可以创造出一个 完全虚拟的世界出来 我们可以讲说 线上游戏它的一个特性 就是它会比PC游戏的生命周期 来得长 因为PC它的生命周期 会非常的短 那么另外 它也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 但是它的获利 也是会让人不能够小觑 那么而且你 如果说你要经营一个游戏的话 通常都必须要花到 两到三年的时间 所以对游戏场来讲的话 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线上游戏 它盗版的情况是比较少 那么它的一页结盟 也是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产品 它对服务的依赖性非常高 就因为有这么多人要上线 所以对整个的系统 或者说对你后续的服务 那么你们这个社群 这个社团 你怎么样来经营 怎么样来提供一些 相关的一些服务 是对它们来讲 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它也是一个 非常有潜力的一个产业 那么如果说 我们对现场游戏 做一个分类的话 可以这样区分 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网站游戏 它可能是一个人 它上来它就可以玩 那么比方说 你可以上去玩五指棋 或者说上来玩一些战略性 策略性的游戏 那么另外一个就连线的游戏 就是玩家级 可能三五好友 比方说我们上网 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打牌 可以打麻将 那么另外一个就 玩家级的现场游戏 就是它是凝聚很大的一个社团 然后在这边 它们可以说 有非常多的人 然后有它们的一个绵密的组织 然后在这个现场游戏上面 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online商机是非常大的 根据AC尼尔森 它做一个调查 在台湾2008年 现场游戏的玩家 有410万人 那么依照MIC 它的一个调查 也发现说 这个游戏产业 它是不会受到景气的影响 甚至说越不景气 它可能反而市场会越好 所以在MIC 它的一个估计 2008年台湾现场游戏 它已经超过了100亿元 而且每年的复合成长率 是8.7% 所以我们估计 到了2010年的时候 它会达到120亿元 它的一个规模 其中角色扮演 更是达到了49% 所以它其他的 就是一般休闲的一些游戏 那么接着 我们来看说 有关台湾现场游戏市场 一个规模 关于这一点 能不能请黄老师 跟同学做一个分析 是的 请同学来看到一下 2006年到10年 我们台湾现场游戏的规模 那投影片上这一个 橘色的区块 代表是这一个 多人连线游戏 它的这个成长额 那绿色所代表的是 这一个休闲游戏的成长额 那我们看一下 在2006年的时候 这个市场的总体额度 是在87亿元左右 到了2010年的时候 我们估计是成长到122亿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呢 橘色的成长幅度 会高于绿色的成长幅度 所以我们预估这个市场规模 多人这个现场游戏的成长幅度 会高于这个休闲娱乐的游戏 那接下来看一下 在大陆的这个线上游戏的这个市场的成长 它约为大陆 这个我们台湾的8到10倍 那大陆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成长性 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这个 他们因为经济的高度成长 所以使得一般消费者的这个可支配所得 也大幅的提升 所以目前大陆的这个整体 已经是台湾的12倍 那第二个呢 是因为它这个网络的使用人口 也快速的成长 根据这个MIC的这个资料统计 从2000年到2008年呢 大陆的这一个网络的这个人口 从2200万成长到 接近3亿人口 它的成长率高达百分之38 因此呢 未来大陆市场也会呈现 每年20%以上的成长 那预估到2009年呢 他们市场规模会达到1000亿的水准 相较于08年的731 更加成长39% 那因此我们可知呢 大陆市场呢 约为我们台湾的这个8.8倍 除了成长性之外呢 台湾跟大陆文化 我们非常的相近 所以呢 大陆市场是我们未来台厂 所发展的一个重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10年 全球的线上市场规模呢 将达到94亿美金 那外贸协会秘书长赵永泉先生指出呢 尽管近两年全球经济不请弃 可是线上游戏呢 却仍然是一支独秀 根据资设会的估计呢 在2010年 全球的线上市场规模将达到94亿美元 那有48%是在我们的亚洲市场 其中以中国大陆规模最大 第二是南韩 第三是日本 台湾则排名第四 那我们台湾如果要晋升于第三个兆元产业的话 那有赖于我们这个跨界合作 往国际市场来做发展 那接下来呢 这个热森科技董事长许金融他表示呢 金融风暴呢 使得美国的这个游戏软体呢 受到很大的伤害 那为了降低他们这个新浪游戏的成本 所以他就采取了国际分工 因此呢 给我们两岸三地的业者带来一个新的契机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玩家目前的这个现况 那根据这个MIC的调查指出啊 一般的玩家接触线上游戏呢 他的资历大概是4.8年 那你会玩一款游戏的话 大概维持1.5年 代表呢 7%的玩家 他们每天都会去玩这个线上游戏 那每次他玩将近有这个 两小时就是120分钟的时间长度 但是呢 我们台湾的消费者在线上游戏花费 相较于其他国家是比较偏低的 平均每个月只支出将近500块钱 那只有韩国的一半 那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 那随着这个线上游戏玩家逐年的这个上升 那使得这个业者呢 营收也能够更进一步的成长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字卡 我们来看一下06年跟08年 这边30岁以上的这个玩家 我们看一下他们在这个30岁以上的玩家 人数是提升的 这代表呢 就是市场上这个online游戏 它的消费率是逐渐的提升 那第二个字卡呢 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 在06年跟08年来做男女性来比较 我们发现女性 在08年它呈现一个比较高的成长 所以这边就可以发现说 女性也是未来这个现场游戏 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成长的市场 好 我们谢谢黄老师 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 让我们知道说 整个游戏产业呢 台湾事实上呢 潜力还是非常的大 只有到日本啊 或者说韩国的四分之一啊 或者说一半 我们先休息一会呢 待会再回到现场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自贯科技 那么自贯科技相信同学呢 都不会陌生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说 它是怎么样创办的 然后它创办的一个经过 它是在1983年7月的时候呢 就设立 那么它现在资本额呢 大概是新台币12亿5000万 那么员工呢 大约是240多人 那么营运的项目 因为它现在呢 已经是一个集团企业了 所以它的营运项目呢 非常的多 就包含了电脑游戏软体 它的研究开发 它的生产 它的代理 它的买卖 那么另外呢 就是国内外的电脑游戏 就是它有会像韩国 或者说像欧美 那边带出一些 不错的一些游戏软体 乃至于说 国内呢 有一些相关的游戏杂志 它的出版 发行等等 那么志冠呢 它也是两岸 第一家股票上柜的 一个游戏公司 那么它从代理研发 到发行电玩的杂志 到它的通路呢 全部都是一手掌握 那么它现在呢 业精成立了许多小的公司 就是它的子公司来分别呢 处理不同的一些业务 那么它的营业额呢 也是非常的大 都已经超过了32亿 是台湾目前呢 最大的一个软体通路商 并且呢 在香港 东南亚 大陆 美国等等 都有它的经销据点 所以它也是朝向 全球最大的华人游戏软体通路商 这个目标呢 来前进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志冠它的一个组织的结构 那么它现在呢 已经是一个集团了 所以它的母公司呢 就是志冠科技公司 那么它下面呢 还有中华网融 游戏新干线 赤凡迪科技 赤乐堂网络科技 北京邻火科技等等 这些的公司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它之前分割前 跟分割后 它的一个组织的分工状况 那么分割前呢 就是志冠一家公司呢 它会负责通路 研发跟代理 所有的这些工作 那么分割之后呢 志冠呢 它又是负责通路 那么有关研发呢 就是由中华网融 赤乐堂跟北京邻火 这三家公司呢 来负责 就是现场游戏的研发工作 那么另外呢 代理就是有两家 一家呢是游戏新干线 那么另外一家呢 是智凡迪 所以这是它组织的一个变化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的创办人 王俊博 他会有一些 很特别的一个经营哲学 那么关于这一点 能不能请黄老师 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王俊博先生 他目前是志冠科技的董事长 兼总经营 他本身是这个化工出身的 那他是从这个唱片业 就是亚洲唱片 然后转行 跨足到这个线上游戏软体 那他的这个形式风格呢 他在他的这个算盘里 他从来都是做一件事情 要同时达到好几个目的 所以呢 他基因于这个长期投资 他为现在创事 为现在造势 然后同时能够控制这个风险 那唱片业呢 他们本身的这个背景呢 使得王俊博在经营 我们这个线上游戏的时候 还有以下的一个特质 第一个 在包装行销上呢 志冠算是能手 因为他有这个亚洲唱片的 这样的经验 那第二个呢 志冠在打击这个 线上游戏盗版的市场 他相当的有创意 那这创意来自于王俊博 过去呢 在这个唱片业的 这个市场的这个经验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王俊博董事长 他的这个经营理念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志冠的产品定位 他是属于这个 市场导向的消费性商品 就是说他的这个 这个现场游戏 基本上是以消费者的 这个市场来做设计 第二个呢 他们这个游戏 本身有大量的这个 中国文化的题材在里面 那第二个理念是 他的市场定位呢 有三个 第一个他把市场定位在 我们全球的华人市场 然后第二个呢 他以华人市场里面的 学生族群为他的优先 目标对象 那在这样的市场底下呢 他又是以这个亚洲市场 作为他主要拓展的优先 那第三个呢 我们来看到是他公司的这个定位 他定位呢 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这个 游戏软体制造商 就是包含这个研发 行销到这个通路 他都一手包办 做全方面的 上下有这个垂直整合 那我们第四个来看一下 他们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策略 他第一个呢 他勇于面对这个盗版 第二个呢 他们是用创新 这样的idea来引导流行 设计这个项游戏 给年轻人来使用 第三个呢 他们培育人才 从长期来培育 所以他们这个人才是 投入相大的这个经历来培育 第四个 他们经营这个项游戏 是采用这个稳健踏实 跟永续经营的 这样的角度来做经营 那接下来看一下 志冠他们这个通路的特色 因为他们集团本身是由 这个亚洲唱片 所过来的 所以他们就继承了 原来这个亚洲唱片 他们的行销的通路 所以他们就善加利用 这样的通路 来行销他们这个线上游戏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志冠科技 已经跨足了上中下游 拥有完整的垂直整合 刚刚严主任也介绍过 他们把公司切分成 上游的这个研发 中游的这个代理 跟下游的这个产业的通路 所以他们一个公司 就把上中下游自己做 相当完整的垂直整合 第三个呢 就是说因为他们有这样子 一个完整的垂直整合 所以他们拥有一个 无孔不入的这样的一个通路网 所以这样子是志冠 在这个游戏市场来讲 他们是最大的一个无形资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我们常看到这个 这个杂志跟这个Viki 跟那个电玩玩家 都是他们目前所大耳熟能详的 一些杂志的这个有形的 这个有声书的这个软体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这个志冠目前的 这个营运状况 那首先呢 志冠是我们国内 目前最大的这个电脑游戏的通路商 那它的主力赏品是这个线上游戏 那在它的营收比重里面呢 出资卡占它的75% 那主要是他们自己开发的 一个系统平台叫MyCard 那这个付款的机制呢 大概占台湾的这个 7到80款的游戏里面 都采用这样的MyCard来付款 那这个便利性呢 可以在各个这个便利商店呢 来购买这样的出资卡 此外呢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手机 跟线上来做付款 那这样子的好处是可以 大幅来降低 它在实体通路上的成本 那剩下的25%呢 才是这一个 它的这个线上游戏 比如的产品包含杂志等等 那接下来看一下 他们这个公司的营收贡献 有72%是来自于它的子公司 其中17%是来自于 这个它游戏的开发商 那其中子公司当中 以这个中华网融 跟游戏新干线 还有智凡迪 为它主要的营收来源 占了它这个业外收益的这个九成 以上是这个志冠 它的营运状况 我们把现场交完给严主任 好 我们谢谢黄老师 所以听了黄老师的说明 我们就知道说 像那个刚才所讲 三个公司 就中华网融 游戏新干线 智凡迪 可以算是志冠 它的金基母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再回到现场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接着就探讨到说 整个游戏产业 它的一个价值链 就是它的上游 中游 下游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请黄老师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好的 请同学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游戏产业 它的这个价值链 那基本上游戏产业 它的价值链分为上游 中游跟下游 那在志冠科技这边呢 它的上游是指它的研发 也就是它的这个软体开发商 开发一个新的这个游戏 那中游呢 指的是它的这个代理 就是它可能代理自己公司发 发 研发出来这个新游戏 也可能代理国外 比如日韩最新的 最有名的这些游戏 那它的下游指的是它的通路 通路是指说 我们中游所代理的这个游戏 不管是自己公司的 或是海外的 那它还做这个十里通路的一个发行 包括服务 然后促销等等 这个是下游通路的工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详细来看一下这个游戏产业 它的这个上游发展 那上游发展它的产品研发呢 它所需要的这个企划 美工 音乐 程式 跟这个软体开发的工具 都是需要这个上游产业 来好好的掌握 那第二个呢 他们也掌握了这个技术 优势的这个原创者 也就是呢 游戏版权的这个最顶单的拥有者 它对于下游通路商 它取得了绝对领先的地位 可以来分配他们 如何去做这个产品的促销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一个线上游戏天堂 天堂本身是由这个韩国软体商 NCSoft所研发出来的 那天堂这个游戏呢 它在海外的这个战略呢 它主要是转而跟中游的代理商来结合 在台湾呢 它就全权交由游戏集指公司来做 它这个的发行跟经营 那也创下了相当巨额的这个销售获利 那在借力10亿的情况的这个助攻政策之下呢 NCSoft它就不必大费周章的 来去做这个促销 或者这个通路的这个工作 然后可以很轻松的在台湾收取 第一次高额的权利金 估计大概有100万的美金 以及每个月 它可以在它的营收里面 它可以去拿到25%到35%的 这个净利的这个分担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游戏机产业的中下游发展 那中游的产业呢 主要是以产品代理改版 作为它发展的重要项目 那代理公司呢 比较担心就是说游戏卖不好 那还要提防了这个上游研发公司 把它的这个代理权把它收回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游戏产业的下游发展 它下游主要负责的这个工作是行销 跟这个贩卖点数卡 还有维持这个游戏伺器的运作 并且提供呢 这些消费者客服的服务 那还要来承担这个产品是否具有市场性 消费者喜不喜欢这样产品的这个风险 好 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自贯的这个策略布局 那透过对于这个产业价值间的了解之后呢 我们将自贯的这个单一公司运作模式呢 转换成这个集团运作模式 所以在它底下呢 它就设置了子公司 还有建立了这个合作的伙伴 包括合资跟联盟的团体 所以将自贯集团呢塑造成整合 我们刚刚所讲的产业的上中下游 拥有研发代理跟经营通路 这样的垂直整合的一个集团式的组织 来销售自贯的这个线上游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WAT分析 那自贯的这个SWAT分析 我们来看第一个是它的这个优势 它的优势在于说 它拥有完整的这个垂直整合系统 就我们刚刚讲的 从上游 中游 下游它都有垂直整合 再来第二个它的这个自行研发呢 它具有这个本土文化的这样的题材 第三个呢 它这个本身的营运的游戏呢 目前超过35款 那每一天呢 同时在线上玩游戏的人数超过60万人 所以是我们国内最大的一个游戏社群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弱势 它的弱势就是说 我们代理游戏的这个代理权 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比如代理人家游戏 比如掌握在日韩的手里 那第二个呢 自贯本身的这个游戏研发能力呢 相较于日韩两国呢 还是比较弱一点 这是它的弱势 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机会 它的机会在于说 自贯在华人市场的布局相当的完整 所以我们华人游戏的市场相对的也比较大 所以相较于日韩等国的话 我们在做这个online游戏的时候 我们相对有这个华文童中这样的优势 那第三个是宽屏四季以及这个全球娱乐的风气的趋势 所以使得自贯它有更多的机会来做销售 第四个是这个威胁 威胁在第一点在于说 这个线上游戏市场经过这几年发展已经过于饱和 那第二个就是说 游戏带的全运机接接攀升 所以会造成他们这个行销费用也逐步的升高 第三个是 消费者这个喜好非常的难以捉摸 所以新产品推出的效益到底高跟低 基本上它的不确定是非常高 所以会造成它的风险非常的大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自贯掌握哪些的优势 它掌握优势主要有五点 第一点是它整合了它自己公司集团的这个垂直整合 就是上游研发中游代理跟下游这个行销 第二个呢 它对于市场这个机动性跟敏感度的掌握度 相对于其他这个国内游戏软体的 它是比较高也比较好的 第三个呢 它也开发出了比较完整这个产品线 就它同样一个细节 它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形态 让消费者可以来选择 这样一个完整的产品线 第四个呢 是它的这个在人才培育上 它有爱才跟慢成长的坚持 就是对于公司是好的人才 它都优先把它留下来 然后给它更好的发展 比如说给子公司这样的方式来经营 那对于新进人才呢 他们是采用这个慢成长 就是它不要求新进人员一下就进入情况 它会给它更多的时间来磨练 让它慢慢成长成一个成熟的研发人才 再给它开发新的软体 那最后呢 他们就强调这个跨国合作的计划 就是跟这个日韩来这个合作 推出适合在这个亚洲市场这样的题材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现场交给严主任 好 我们谢谢黄老师呢 跟大家做的一个整个游戏产业 价值链的一个分析 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 就是志冠集团一些子公司 它的一个状况 那么第一个要介绍 当然就是中华网龙 那么这也是志冠旗下的金基姆 那么我们可以看它设立的日期是在2000年 这算是比较早设立的 员工呢480人 那么它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呢 就是金庸群侠传 黄毅跟武林群侠传 大概都是那个武侠系列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游戏新干线 那么它是比那个中华网龙呢 大概晚两年成立 那么这个游戏新干线呢 它的员工人数呢 跟它的资本额 我们可以在这个 PowerPoint上可以看得到 那么它主要的呢 就是做代理 那么它代理的代表作品 就是先进传说 完美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大概都是代理 韩国的一些线上游戏了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志凡迪科技了 那么志凡迪科技呢 它是成立在2005年 然后它的营业项目呢 也是在代理 但它代理的商品呢 就跟不太一样 它主要是魔兽世界 那么魔兽世界 我们一看就知道 它主要是代理是欧美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那个志凡迪的 它是以欧美为主 那么游戏新干线呢 是以韩国为主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大陆所成立的 这个是在2004年 就是北京灵果科技 那么它成立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它主要的是在研发一些 特别具有中国文化 原创性的一些 线上的游戏 所以这是北京灵果 那么它的代表作呢 就是《风火之旅》 那么另外一家呢 就是志乐糖 那么志乐糖呢 它的性质呢 也比较特别 就是它也是一种研发 那么然后开发出一个 线上多的一个游戏软体 那么它主要就是跟东南亚 跟日本跟韩国跟欧美 所以它希望开发出一个 更具有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软体 所以跟前面的北京灵果 或者是说中华网龙啊 性质又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中华网龙呢 它的一个经营的绩效 就是在最近呢 带那个金融海啸知识 就逐年的成长 那么它也曾经呢 在国内呢 做过股王 这是在98年7月15的时候 也曾经股价达到500多块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宅经济的时代呢 也正式的到来 那么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就是游戏新干线 它的一些代理 那么它现在呢 主要就是以韩国的一些 线上游戏为主 然后呢 配合上自观 它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系统的管理跟服务 然后为网友呢 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服务 所以接着呢 我们来看 就是这是智凡迪 这是我们前面所跟同学所谈到的 乃至于说自乐堂 自乐堂这是也是 着重在研发这一方面 那么我们看后面呢 这是北京邻果 那么它也是着重在我们相关的一些 3D网络游戏上面 那么我们看最后呢 就是自观的两大目标 那么一个呢 就是它希望说呢 它能够重回大陆 那么 然后在大陆上呢 能够 再恢复它以往 曾经在大陆的一些 经营的成果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进军博弈产业 那么它跟澳门的柯海集团呢 也决定 攜手 共同的来创造一些新的事业 那么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同学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